腦壞掉所以沒有扣上 抱歉 他只要去買一台新的 我們看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上次講那個第十七章 所以你來看這個 現在是可以去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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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看一下那個上次講的這個 這個 融解度 那 你看到那個 710 1 那裡有一個 超 超零界流體 發 把這個單字背下來 超零界流體 超零界流體 有看到 710页 超零界流體 這個現在在食品上面運用很廣 就是用這個 Critical Fluid 就是我們三項圖裡面的 大部分都是用CO2啦 大概是這樣子 因為這個CO2在四分就可以升華 Subformation 對不對 所以這三項點這個是Critical Point 等於說是異項 這一塊東西 你只要這個 在這個點 在這個點上面呢 它的溫度跟壓力 不用需要很高的時候呢 然後呢 我上次有跟你講 你要做成Super Critical Fluid的話 最重要的是要 CO2最好了 就是說 它有 Pi Electron 所以它有機物可以融 好 有機物可以融 然後在等到它 壓力一解除的時候 它就變成氣體就跑掉了 在室溫室壓的時候 CO2就變成氣體就跑掉了 跑掉來說 跑掉的話就是 一個超級的好處就是說 我的東西就可以很乾淨 它不會有 容易的殘存 因為我們在 做任何的分離的時候 最麻煩的地方 最麻煩的地方是 就是我的肺田太相近了 我沒有辦法用蒸瘤的東西去把它蒸掉 或是把它分離掉 如果說我今天肺田太相近 然後它急性又很強 譬如說你要分離水跟酒精 其實 當然水的廢點跟酒精的廢點差很多 那你可以 蒸到80幾度 酒精蒸發 水 留在原地 你就把它蒸出去 然後酒精又是穩定 你酒精又是非常穩定 所以說 你不會說在蒸的過程裡面把那個分子破壞掉 但是如果說我今天是要 做那個 我要萃取這個 玫瑰花香的 裡面的分子 那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Business 你就這麼說 很簡單的一個想法 你今天 我要去做這些不同的花香 好 像譬如說你在路邊有人在賣那個什麼 桂花啦什麼茉莉花 很多人就想說那我今天去把那個 香味的分子 萃取出來 那豈不是就是天然的 但是呢 我看過有人 真的是有 有一些 商人想要搞這個事情 可是他們就發現我就跟他講說 你想想看 你花放在那裡 大概放個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好 如果你放在那裡 你會發生什麼問題 那花變臭 那表示那些分子可能會分解掉 你在太陽光比較 弄一弄 當然 有些香氣還是在裡面 還是香氣還是在裡面 你怎麼把它萃取出來 你可以用 有機物去把它萃取出來 但是萃取出來以後你怎麼去分離掉 這就很麻煩 你在你如果因為有幾乎你要把它分離掉 你就很高溫了 你就要做得很高很高的溫度 你才有辦法把它分離掉 你在做高溫的時候就像你被太陽曬 七天一樣 早就那些分子早就分解掉了 你到時候不是 香味而是臭味 是不是 你要這樣子 想嘛 所以說 超臨界流體現在在工業上面 在食品業啊 用的非常非常多 最重點就是說 好處就是說分離 但是原理大家都知道 就是說你今天是在氣體跟地體之間 你分不清楚 那個距離 差不多 它又像流體又像固體一樣 黏黏了但是你把壓力一解除它就跑掉 這個就是 好處在這裡 所以我們 有機化學裡面 應該會 用到很多這個 技術來做一些分離 做一些分離的東西 萃取的東西 萃取的動作 那我們上次提過這個 溶解度跟什麼有關 跟Delta H Delta S 這個兩個變數有關 就是K值 我上次 上課的時候也一直跟你強調 你要回想這個 Delta G 等於Delta H 等於 減掉T Delta S 這個公式 大一普化 高中完全沒學過的 我們花了 半學 三分之一學期在講這個概念 那K的你什麼 RT log K 負的RT log K 這個一定要背下來 不然你研究所 那K是什麼 K就是化學平衡 意思是說 反應要往右走 往左走 你往溶解的方向走 或是往 往這個 跌晶的方向走 決定在這個Delta G 我們上學期花了很多精神在講 K值的意思是說 我今天 我到底要往溶解的方向走 你是要往結晶的方向走 這怎麼控制 你知道你人跳出去 往下跌 但是你知道鹽巴丟到水裡面要往溶解的方向跑 為什麼 因為 全世界的 化學的反應 基礎的科學 上面告訴你 決定在這兩個因素 一個是Entropy 一個是Entropy 世界是往 亂的方向 能量 放熱的方向 你就會這樣想 這樣就很好記了 哪一把東西丟出去 哪一把沙子丟出去 沙子不會變成石頭 一定是散落滿地 然後它往能量低的方向 就是放熱的方向 你就這樣想 你就這樣想 這是自然界的法則 自然界的法則 你觀察世界的法則 所以 溶解度跟這個有關 OK 所以我們上次講 影響溶解度的 因素有很多 溫度 壓力 這些 我想 高中都有背過 不過這個很容易理解 溫度越高溶解度 氣體的溶解度越低 然後呢 溶解度跟什麼有關 跟那個 跟那個 你這個分子的 清水性 如果融在水裡 跟這個清水性的部分 跟輸水性的部分 很有關係 所以我上次有講 這些都很簡單的概念 但是 這個都在我們日常生活上 應用很多 我就說這個 你今天的這個 玻璃的表面的處理 你到底是清水還是輸水 這個跟 你怎麼清潔啦 什麼都很有關係 所以 你要有一個概念 我們固態的東西 我們應用的東西 其實 所有的接觸 都是在表面 你要在乎的是表面的分子 到底是怎麼 表面的分子 比如說你這個表面的分子 比如說你手機的乾淨啊 不乾淨啊 其實 真正跟你這個 表面的分子 的吸附力很有關係 如果你表面的分子是油的 那你很容易 吸上一些油的 那如果說你今天是水的 水跟水 它就會黏在上面 那不會形成一個水滴 不會形成一個水滴 而是瓶瓶瓶在那裡 意思就是說 你今天清水會跟清水 酥水會跟酥水 我上次有 在黑板上畫一個圖就是 你的細胞膜 事實上也就是這樣子 你的細胞膜 就一端 細胞膜外面是 清水的 細胞膜裡面也是清水 就會形成這樣的一個結構 就是說 分子的形成 你的細胞膜 事實上 你這邊是一個 一個清水 你這邊是一個清水 那你這邊有一些蛋白質 可能接在這裡 然後這邊有一些signal的東西 你去看 你去念細胞生物學 其實這個 整個細胞的架構 重點這個細胞膜的結構 是一個 中間是酥水 中間這個是酥水 但是它是 一端清水的往外 這一端清水的往內 然後交錯的這樣子 交錯的這樣子 就是跟 我們肥皂的 結構是一樣 我們肥皂的結構就是這樣子 我們的 我們的清潔劑 所有的 我們現在用的清潔劑的原理 也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這邊 外面是清水 所以我就在 在這個整個泡泡裡面 我裡面可以溶掉 我裡面 我可以把這個 我把那個 當然啦肥皂它是這樣子 它只有一端 肥皂它是一端 那你今天在這裡面 溶這些油性的東西 把油性包在裡面 那外面是什麼 清水 裡面是酥水 所以就把它包起來 但是呢 我們的細胞膜呢 是兩層 是兩層 肥皂這個就是說 我今天做一層 我們細胞膜是兩層 什麼是兩層呢 兩層的話就是 這裡是 這裡是酥水 它是形成一個架構 一個固定的架構 肥皂的話它是 它是一層而已 就是說一個 Suffectin的一個分子 啊 這樣的一個結構在生物體裡面很多很多了 你今天 像這個 細胞膜膜的這個 你吃的藥 譬如說你今天吃頭痛藥你會不會想像 你今天吃那個Tynanol或是吃那個什麼 普拉藤啊 其實它成分都一樣 應該想到說這些藥呢如何deliver到你的頭痛 對不對 那它如何去 送到你的 Tynanol的地方 就是所謂的 藥物傳輸這件事情 你不能我吃下去以後我就在胃酸裡面就死掉了 那我就不用 不用玩了嘛 對不對你不可能說我今天在 吃下去那個藥那你在胃酸裡面全部都被分解掉了你的藥的分子就被 分解掉了 比如說你吃下去蛋白質 那你說我今天總不能說 好啊我每個藥 你有吃過 你大部分從小到現在吃個藥 除非你今天是重病 不然的話你大部分吃的藥都是什麼 都是一些分子的藥 就是 用口服的嘛 你就是吃一吃 搞不好早上有人有吃什麼藥 我早上剛剛就吃了什麼維他命 B群啊什麼的 問題是進去之後進去你的胃裡面 你到你的 你要你是不是要到 通過胃之後呢怎麼樣 你要到腸裡面要讓它吸收啊 那你就要在裡面要崩解掉 崩解掉所以大部分的藥呢 一顆裡面可能只有含 10毫克的 有效成分 就是你看到那一顆可能 兩克 可是裡面只有 10毫克的有效成分 你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 你吃了一大顆的藥丸裡面 其實大部分都是澱粉 跟那個 澱粉呢跟那個顏色的 劑形啊什麼 再把它 弄在那裡 那最重點就是什麼 它裡面的那每一顆每一顆包覆的 你要設計好 通過你到你的那個 胃裡面 然後呢走到一定的地方之後呢 腸那邊呢才崩掉 或是說 小到腸吸收之後 快到你那個地方才崩掉 那如果說你今天是一個看癌藥 那 那這更是 更是一個技術 你到底是要用打進去 用血液打進去 還是要用 你最好大家都可以用吃的 好 譬如說我舉個例子像 20年前 30年前 到現在 糖尿病的 控制 都是用 insulin insulin是蛋白質 就是胰島素是蛋白質 都是用血液打 就是我 直接要打針 啊 我直接要打針 打針 因為 因為insulin它沒有辦法忍受 我今天 用口服的 我用口服進去 進去到胃裡面然後到腸裡面吸收 然後我就 調控我的胰島素 你就會想到說那我要用什麼樣東西來包覆這個蛋白質 讓它 可以這樣 輸進去 所以這個 這樣的一個像細胞膜這樣的一個 一端的是海狗菲林一端是海狗菲林 那這樣的一些 分子的 設計呢 我們都是稱為這個 micell 就是 micell是什麼 他就是 發展這個圍包呢 去包藥 他發展圍包去包藥 所以呢 你們懂這些東西呢 並不是沒用 因為這個 這個東西呢 是很有學問 非常非常有學問 我有一個朋友 不是朋友 大學同學 他是做創農 台灣維之幾大概 他們投了多少錢我忘掉了 大概15塊錢 anyway 假設是15塊 反正是十幾塊 你知道他最高的時候大概 400塊吧 好我們就說400塊好了 15塊除以400 算450好了 假設他15塊投 450 那是幾倍30倍 那我 那時候知道他大概 他們那個 投資大概投資了 兩億吧 海幣 一下子就賺 兩億乘以30 就60億 如果說他400我都賣掉 平均就300塊賣掉 所以他15塊 除以320倍 所以他兩億就變40億 他只要抽頭個 5%好了 5%這樣多少 40億的5%是多少 40億的5% 40乘以 5% 40億的5%是多少 兩億嘛 你就罷大財了 不過兩億也沒什麼 就台北市買一個豪宅 所以還可以啦 兩億 購一些人 活一輩子 當然就是這個 這個台灣維持體就是做這個myself在包藥 當然你要有 knowledge 你才有辦法去 做這些事情 我只是給你舉例說 這個 這個呢 你想想看這種 兩億你要去做Uber in的話 每一次送一個餐40塊 兩億你要送多少餐 這樣除一下 送一個餐這樣賺40塊 兩億的話 兩億除以40塊要賺幾趟 很難想像兩億算是40塊的話 2000萬除 500萬趟 500萬趟再除以 365天 10年3600趟 500萬再除以3600 你不知道他deliver幾年 幾個輩子才能 賺到這種錢 所以 了解這些science 很重要 其實這個有難了解嘛 清水性輸水性 只是說 你要了解那個概念 你設計這些東西就是說 這中間很多 很多訊息在你 很多那個重要的概念在裡面 就是說你送進去 然後呢 你要用什麼送 譬如說你用 嘴巴 在這邊讓他吸收舌下 讓他吸收 或是你用 打進去的 那血液打進去就 不好 為什麼 因為你 你不可能每天跑去醫院 你不可能 不然就是你 你像那個 對呀 胰島素 有一些 天心 糖尿病的小孩子 很可憐啊 每天就是要去打 胰島素 要挨針 每天要挨針 或是一天要挨兩針 一輩子要挨針 那就是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 你今天 假設 在做了有人可以把 胰島素 用口服的 甚至你只要說 噴劑 噴劑是什麼 用鼻子噴的 就是 你現在 血糖 胰島素太 太低了 你有血糖肌嘛 你可以去量 那如果說你今天要噴 你用噴的 用鼻子噴進去 噴到鼻子裡面 然後讓鼻子 鼻孔這邊的 就像人家在吸毒一樣 那種 吸那個海洛因那種 就這樣吸 或是安肥湯 我不知道啦 我沒吸過 那個 那個 不過電影上沒有看過 然後 你用這樣子的吸收呢 也是一個好方法 那最好的是什麼 就拿一顆藥丸 一杯水 吃進去 問題怎麼 讓胰島素 Deliver到 控制你的身體可以 胰島素就是血糖 可以控制到很好 目前啦 你看科學家努力了30年到現在 還沒有一個公司 真正可以做出來 好的這個 胰島素的 注射器 那現在有很多那個 化療藥 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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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癌症的這些精準醫療藥 負中的你要考醫學院 這個就很 很 很重要 因為 Precision medicine 重點是在什麼 重點是在 包藥技術都可以 重點是在這裡 你要設計一個東西 你要一個 GPS 這是你要一個GPS 你GPS你要去什麼 這個是GPS 就導航系統 我們說的這個導航系統的升級最重要 上面要掛一個導航系統 就是去找到什麼 找到你要殺的地方 這在這裡 你這裡可以裝炸彈 你這裡面可以裝炸彈 那你有幾個東西就是你走到了以後 你走到了以後怎麼樣 你走到了以後這個炸彈要炸開才可以 但是你還沒走到之前你炸彈不能炸開 就說你今天要打這一彈 你要打到 你要把那個 對岸 好啦上海第一高樓把他打下來 你不能說我飛到 淡水上空我就炸掉 炸彈都全部掉下來 那我們 我們豈不是 自己炸自己 那對岸如果要來打101大樓 他也不能說 從福建那邊開 發射過來 結果在廈門就 就自己掉下來 這一樣的道理 就是說你今天 我要把藥帶到我要的地方 我要把藥帶到 癌細胞那裡 那我要 去辨認這個癌細胞上面有什麼一些特徵 那這些特徵呢 就是說我可以去 設計一個結合力 那 胖皮去找抗原的方式 這樣子去 去把它抓下 抓到那個地方 就像你今天測COVID 它的原理很簡單 就是你今天 測COVID就是你那個 兩條線的前面那條線 前面那條線 是有抗體 所以你身上有抗原的時候 跑到那裡就被抓住 如果沒有抗原的時候 跑到下一個階段 下一個階段的時候 他就去 還是把它抓住 但是那個不是 抓抗原 它上面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容易裡面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就抓住在那 那就是 春考線 所以你有抗原的時候在上面 所以那個 免疫分析法 就是我們現在 測COVID 在那個 疫學院你要 免疫分析法一定要 去把它唸好 搞不好那個 台大化學那個 他去考什麼 台大財經 青大財經系 青大財經系 劑量財經系 然後 就是說 但是那個指考不會考 有免疫 高中有教免疫分析法嗎 還是有把它搞懂 指考搞不好會問答體會 因為這個COVID的 那個免疫分析法 還有那個 PCR 一定要懂 OK 我們 下兩節課有空的時候也講一下PCR PCR的原因 DNA 這些東西 那我當然 那個你們最好的去 如果對這些東西有興趣要去修 那個 生物方面的課生意方面的課 當然可惜我 我覺得我們四大生物系就是 太多老師只有在做那個 這個 生態 生態 演化那些生態調查 環境啊 生態調查 其實你生意包含免疫啦 這個很多很多的方面 那個很大的 很大的一個 領域 Anyway 我現在講的是說 我們現在講的這個溶解度呢 你要知道 其實你整個 這在我們這個藥物傳輸上面是一個 是一個大的 領域 我剛才講的不是嗎 你的炸彈要什麼時候開空 你開一輛飛機去 你什麼時候要把你 飛機上面的艙門打開 丟下炸彈 那個時間點 那 我今天飛機我是因為我有裝GPS 我知道我飛到哪裡啊 我飛到哪裡的上空啊 或是我有一個 一對眼睛我看到 底下是那個 莫斯科 不要講那個 政治議題 莫斯科 去炸莫斯科總可以 或是說我今天要去炸紐約市 我是隨便講 我今天要把炸彈放下來是因為我眼睛看到 可是你今天把藥丟到你身體裡面 你怎麼知道 你身體裡面有長眼睛啊 知道說現在這個藥 我這一顆是癌細胞 我這個是正常細胞 你不要來給我長 對不對 就像你今天是平民跟 敵人 你怎麼分呢 對不對 你怎麼分呢 所以辯論這件事情是一個最重要 然後辯論之後 你要在那裡要設計一個機制 你要設計一個機制 碰到那個地方 好我辯論到那裡了 那我怎麼讓它打開 這個就是最關鍵的一個醫學 辯論現在 有很多技術 抗體的技術可以去 做辯論 另外一個在化學上面 最重要的就是讓它打開 不能提前打開 也不能延後打開 你身體都一直在動 你不能提前打開 也不能延後打開 因為你裝的是炸彈 你裝的是要殺死細胞的炸彈 但是你不能延後打開 你也不能提前打開 提前你在血液裡面 就打開了 豈不是完蛋了 對不對 所以 你這些的 上面的這個 這個怎麼斷掉 在這個地方怎麼斷掉 這就是技術 這東西怎麼斷掉 那你要去研究 癌細胞 正常細胞外 還有你進入血液 有一些環境 就是 等於說你今天在 飛機在飛 或是你一輛炸彈車 在走的時候 你經過一些坑坑道道 或是什麼的 你在 飛行的時候 你辯論這些東西 你辯論這些東西呢 你就要去想 你要去想 要怎麼去設計 走到那地方 你如果研究這個東西 不是說要發大財 你研究這些東西 如果真的有些東西是成功的 這不是 開玩笑 那是可以解救 很多很多人 很多生命 一個生命都是一個無價 你要這樣想 所以說我們學化學 其實非常有用 我就舉這個例子 至於說 後面的報酬 那是很驚人的 我有一個同學 上個禮拜 從一個家公司 退休 他本來在發展一個藥 他本來在家公司 在發展一個藥 就是 千真萬確的 絕對沒有跟你誇張講 他是那個藥的 CTO 藥廠的CTO 他發展那個藥呢 也就是抗癌 也就是這樣涉及 他全部 掌管一切 技術的問題 我們化學系畢業了 這是台灣唸大學 不是什麼 大學 然後後來他去 紐約大學 東利布肯在裡面 PhD 我大學的同班同學 上個禮拜在那邊跟他聊天 他從美國回來 已經退休了 他這個公司呢 做那一顆藥 就那個藥 只做到 二期臨床實驗 還沒有做到三期 就那個 Engine 就20億美金 就把它賣掉 20億美金 我們乘以30的話 是600億台幣 又比剛才那個多了一個scale 這是新聞你都可以找得到 新聞都可以找得到 事實上 那個 他可以要治什麼癌症 我已經忘記了 好幾 兩三個不同的癌症 但是呢 很有效 然後 我當然還沒有三期 我不能這樣說 但是 Engine就把它買過去 買過去後來 他去Enter之後 我就跟他講 不用上班了 他家本來也就很有錢 不是錢不錢的問題 這個 公司後來只剩下 20個人 20個人 然後賣掉 20億美金 20億美金 就600億台幣 所以每個人的價值 至少有30億對不對 你這樣看 你這樣數 你 坦白說你有30億有什麼好看 好考慮的 所以做藥 是 很 很大的business 超級大的business 所以你這樣看 我上次講半導體 所以這個 這些化學結構 你就看到 712頁 看到這些維他命C 維他命A 你要看到這個 早上我有吃 這個 OH 它是把海酒菲利的部分把它 圈起來 海酒菲利的部分把它 藍色是代表海酒菲利 意思就是說那一部分是溶於水 所以你一個分子呢 哪部分溶於水 哪部分不溶於水 那是一個總結 因為分子很大的話 你有清水的部分 那我剛才講的這個 那我剛才講的這個就是說 這個 有些分子它是設計成 一端 一個長鏈是 輸水 一端是清水 讓它可以去溶於水 所以 調節 輸水跟清水 這一部分呢 我剛才 舉的這個例子就是 來告訴你說 調節清水 輸水看起來很簡單 高冬的時候教起來 喔 輸水清水 可是這個整個概念呢 對我們這個藥物傳輸呢 是最重要 因為你身體呢 要嘛就是輸水的啦 要嘛就是清水 你的身上的肥肉就是輸水 Limpin 這些肥肉 是輸水的 你身上大部分還是水 你是靠水在傳輸的 所以你身上的東西 這個清水輸水這個概念一定要有 所以你今天說維他命 A B C D E啊 這些 沒有啦沒有那麼多啦 維他命A啦 B啦 B啦 還有B3 B4 B6 B12這些東西 我早上真的就吃了一顆 吃了五顆了 這個維他命B啊每次要來上課要 這個 Foods Up就是像五顆蠻牛一樣 那這些東西有些是輸水有些是清水 那當然我就不管他就給他灌下去 那灌下去以後 等下去尿尿的時候就會超級黃色 那可能有一些B3 B4 B3 B4 B6是黃色的 你就喝那些 蠻牛啦那些 保利打鼻啊那一大堆 這些東西啊 到底有沒有用啊有啦還是有用 還是有用 所以 這個 這部分這個 維他命呢 如何在你 體內做一些作用呢 這個我們在這邊就不講 不講 有一些是作為催化劑的用 有一些可以booming的免疫力 那確實是 有學理上的根據 是有 有學理上的根據 OK 好 這部分我們就 這個 講到這裡 我們看一下那個 分離定力 這個 分壓等於這個 模擬分離 成立模擬分離 這個 高中應該有 背過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看一下這個 這個叫什麼 vapor pressure of solution 一樣的 我們的分壓是等於 總壓成於模擬分離 這個要把背下來 這個高中有背過 氣體的分壓是等於 總壓成於他模擬分離 那液體的話 我們呢 也是總壓成於他在液體裡面的這個模擬分離 就是在這個 Rowse-Row 在這個 Solution的 分壓P等於這個 X 這是Solven的這個 這是什麼勞勞定律 這個 把他背下來 把他背下來 這個把他背下來 這個高中應該有背過 這是勞勞定律 所以 我們會看到 兩個這個 這個圖 看到這個720頁這個圖 720頁這個圖 我們今天如果說有兩個議題的話 我們這個 我們的這個 膜分離呢 是這樣子 那我們的蒸氣壓呢 跟腫壓之間的關係 如果我們今天是 那個叫做什麼 就是 酥水對酥水 或是他節約力比較強 那 我們今天呢 有一個是 positive 一個是negative 譬如說我們今天看 看這個圖 這高中有看過嗎 這張圖 高中有看過嗎 720頁這張圖 Vapor pressure of solution 如果我們今天是 C好 我們來看一下 C好了 C這種圖 C這種圖 這 綠色的是什麼 綠色的是 整個solution的 壓力 X軸是什麼 X軸是 摩爾分率 摩爾分率 然後呢 Y軸是什麼 壓力 我們來看這種圖 看懂這個圖 這是x 然後呢 這個是什麼 個別溶液的 蒸氣壓 的圖 有一條 紅色 一條藍色 一條綠色 綠色的是 溶液的腫壓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綠色的如果說我們今天摩爾分率是零 那就是等於這一條 是不是 如果摩爾分率是零的時候 如果說摩爾分率 這邊摩爾分率是 一的話 一的話 那就是等於是這一條 就是這個 那如果說你今天是 Axenol跟 Axenol跟水 那你Axenol跟水呢 你是這邊的 那個 這個 會灌 你如果 如果 你如果是 Axenol跟水的話 Axenol跟水 請問是A B C哪一張圖 怎麼回事呢 A B C哪一張圖呢 當你的這個 A B的 吸引力呢 大於A跟A B跟B的時候 你會怎麼樣 整個會縮小 對不對 這整個會縮小 所以我們應該是這個 C這張圖嘛 對不對 是應該C這張圖 如果兩個是排斥的 你當然會碰起來 你要這樣子想 如果說我今天A跟B 這兩個是不太附融的 就是會排斥的 那我中間會比較碰起來 如果我兩個吸引力是大的 那我今天是什麼 要凹下去 你再仔細看一下 我再講一遍 這高中有看過 你在睡覺 高中有看過這張圖嗎 高中課本上 這不叫偏壓啦 其實用偏壓不太對 Parsal Precious 分壓 這個叫偏壓 高中翻譯怎麼翻譯 沒有吧不會叫偏壓這個字 應該是deviation應該是偏差 反正 我們兩個吸引力很強 如果我們中間混在一起我們為什麼要凹下去 總壓一定會凹下去 因為我們兩個吸引力很強 是這樣子 你就這樣子想就很容易理解 你這樣子想就很容易理解 所以說我們今天如果是 C的話我們是在中間的這個 B這張圖 應該是這樣 B的這張圖 這個 這個圖應該是 高中 課文上面有 很容易 理解 然後我們今天 看這個vapor pressure 還有呢 我們看這個倒過來來看717的這張圖 你那邊是有什麼東西怎麼會這樣子 誒 喔是這個 Copy wrong 我們在這個 717的這張圖 717的這張圖 是這樣子 我們把一個 溶液跟一個清水放在旁邊 最後往哪邊走呢 是清水要變成 風的 因為清水的那邊 清水清水 Water那邊的氛氣要比較高 對不對 然後呢 因為你那邊溶液的什麼 你們右邊是一個溶液對不對 那你今天最後呢會怎麼樣 水就慢慢不見了 因為 它會凝結在那個溶液的 溶液的這個什麼 會凝結在溶液裡面的這個 這個 這個這個杯子裡面 杯子裡面 那 有 應該這麼說 應該這麼說 就是說 今天呢 這些東西看起來呢 是沒有什麼 難的 理解 因為你平常在生活上你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 水跟 物質的吸附力 這一點呢 是非常有用的 因為呢 水 我們台灣 看起來是不太缺水 大家偶爾停水一下 但是呢 在世界上很多地方 不太下 譬如說 沙烏地阿拉伯那地方 他的水絕對比他的油還貴 你像一桶汽油多少錢 一桶汽油 一升的汽油 現在大概二十幾塊錢 你去上面買一瓶水 偶爾也會 比較好的水 Avian的都要四十塊 所以你賣水 應該會比那個賣 石油好賺 但是石油 是獨有的 所以 賣石油水都很好賺 只是說 那個水大家都拿得到 隨便去 山上 那個裝個水 就可以偷偷出來賣 你去 很多 市面上 一大堆瓶裝水 一罐五塊錢也有人在賣 水龍頭倒一倒就可以賣 那 現在如何把水從空氣中抓下來 水從空氣中抓下來 這個是一個 很大的學問 就很大的學問 非常大的學問 那 UC Berkeley有個老師 叫歐馬 他發展了一個公司 在幹什麼 在抓水 他設計一個東西 我最近在看這個東西 沒有最近 大概前幾年 他們就在發展這個東西 他設計一個 一個 一個機器 裡面放一些什麼 Metal organic framework 就是可以 無機化而入 那個很容易吸水 他設計一個東西 裡面裝那個東西 他底下就會 水就滴下來 而且放在沙漠裡面 濕度很低的 地方的水 都可以滴下來 就可以收集水 就是吸附這些水 所以我們看這張圖 事實上 我們今天設計什麼樣的分子 讓可以把這個水 抓下來 可以把整個 整個把它分離出來 清水把它分離出來 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 一個business 好 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business 你要這樣看 我常跟你講 說 你要做 發大財 要做大東西 做大東西 絕對可以發大財 不要去送 Uber eat 那個是小東西 辛苦的騎在摩托車上面這樣子 穿梭在危險的馬路上面 送一送以後查 賺30塊台幣 40塊台幣 不要 你要做一個裝置 你要做什麼 全世界最好賺的東西叫做收費 反正你把它蓋好以後經過就要收錢 那就是以前什麼 全世界最好賺的東西是 土匪 什麼叫土匪 中文字什麼叫土匪 土匪就是路過我就收錢 我每天在那邊吃喝玩樂 然後呢 你路過你就要 給我付一筆錢 我就是當土匪 所以 世界上所有的富有的東西 百年來 你看現在有富有的就是賣石油的 賣水的 就掌控資源的 掌控土地的 掌控通訊交通的 因為你今天要經過 你看徐旭東多爽 高速公路那麼多車 每經過一個站 就這樣 我這個速度還沒那麼快 你看 你看那個每一個上面的收費站 以前是有收費站現在沒收費站 就上面一個 一個感測器 那你大概開了一兩公里就會有一個藍色的 光在那邊 掃過去就是 扣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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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一個點 你看 那個每一個station 進帳是多少錢 那是很可怕的事情 好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 如何去把水分離出來 混水 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必須 717頁就告訴你這一點 你有想到這個嗎 你有想到這個沒有 有想到這個嗎 對你們18歲的人講這些東西 應該可以激發一下你們那個 想像 真的要想像 你要去做的東西就是 是一個 坐在家裡 到處吃或是到處吃或煩熱 然後每天都有錢進帳 那很多人說我在家裡睡覺 睡一睡以後大學畢業我就留錢進帳 也可以 如果你家 有開收費站的話 OK 好啦 這個 這一部分很簡單 我們今天就先把這一張給結束掉 再來講別的東西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721頁這個把這個英文單字背下來 你要記住 這個叫 Boring Point Elevation 這個高中都有學過 費點增高 所以你在三項圖裡面是這樣子 我們的壓力這是一大氣壓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費點 我們把壓力升高的時候呢 因為這個點就是Boring Point 我們的費點要升高嘛 因為這個點就是Boring Point 所以我們的Boring Point會移 往上移 這個Boring Point 所以我們今天溶液的費點升高 但是呢 從水的三項圖裡面 這個 溶液的溶點會什麼 溶點會什麼 下降 那這個 這個濃度呢 這個 跟費點上升 或是溶點下降 跟什麼 跟M有關 這個小M 跟這個小M 那個 你考上大學 這個一定背過 沒有背過 那就 再背一次 你就成一個KB M是什麼東西 我講過 Nomal One 請我考 Morality Morality 這兩個英文單字 一定好 背下來 拜託 小M跟大M 不要搞不清楚 然後呢 再怎麼樣 讀完化學系 這個 讀了化學系 大M小M 不要到後來 去公司 或是什麼 人家給你一個濃度 結果你不會配這個容易 這個很丟臉 不要說是我教過你們苦話 小M 乘以KB 就是 費點上升 乘以K Km 就是 龍點下降 龍點下降 所以我們下雪的時候呢 要撒冰塊 為什麼要撒冰塊 因為 撒下去以後 不然下雪的時候要撒鹽巴啦 鹽巴那一坑一坑一坑 那讓你什麼 增加摩擦力不會滑倒 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上次講說 我以前搞不太清楚 因為 台灣不下雪 所以我不知道說 每次說 為什麼 人家說下雪的時候呢 要 撒鹽巴 但是確實 後來到美國的時候 在Boston 波森的長下雪 然後撒鹽巴 我就看到有些人 下雪的時候 那個因為我那時候是住在MIT 不是住在Harvard 那個MIT的校園 不過MIT很不錯啦 MIT的 MIT的校園呢 從 從大門 從那個 77號Master Avenue 走到我們家的話 大概 有一公米半吧 我是住在學校裡面的 但是那個 算是學校校園裡面 但是 我們在MIT的Building呢 它是一個地下碉堡 就是 它底下都相通的 然後每個Building都相通的 就是它底下也相通 然後一樓也都相通 所以你從一個Building走到另外一個Building 全部都不會走到四萬 可是走到我家應該是獨立的大門 所以 所以要經過一段 那個 外面 好 就是 小一小段 不然的話 從它的那個 大門 算是大門吧 就是要走走走走 全部都不要 而且它地下都相通的 地下全部都不要 因為它以前在發展 核子武器 所以它底下 因為MIT裡面有核子反應 核工系還蠻有名 然後 一下雪就看到那個工人 拿那個 拿那個 鹽巴在那個 大門那邊在那邊撒 後來才理解 雖然 那個 以前沒下雪不知道 下雪它是這樣子 就下完雪 其實它不會 因為日本住過 下完雪它是不會滑 因為雪 鬆鬆軟軟的 可是你人一直踏上 一直踏踏踏踏踏踏 它就慢慢慢慢就在那邊變成冰塊 就變成冰塊 冰塊就很滑 但是呢這個也 還 還好 因為你如果還在下雪的時候都不會滑 滑那個 滑會滑 就是說你等到你晚上下雪 白天呢太陽一出來 一照到太陽它就融成冰 冰塊的時候你如果不去動它的時候它就結 那些薄薄的一層冰你也看也看不到 所以你走過去就是滑倒 你想想看它走在冰塊上面就滑倒 因為它冰塊上面就會 在太陽光底下它上面會什麼 跟薄薄一層水 你也看不到 就像潤滑劑一樣就這樣 就會滑倒 所以你丟鹽巴就是你鹽巴在的地方呢它的濃點比較低嘛 所以它就會變成結冰的時候它會坑坑洞洞 就有點像說你今天就是在 在冰塊上面打一些洞 然後呢你走過去的時候你至少跟鞋子有一些摩擦力 我現在後來才知道說 因為你撒冰塊的話它就一坑一坑一坑 撒鹽巴的話就一坑一坑一坑 那這樣走過去就不會 就是滑倒 這是這樣的一個原因 但是當然是因為 你撒鹽巴的時候這個什麼 這個龍點 龍點 就是這個點 龍點是下降 就是MP Melting Point Melting Point 這高中的時候都學過了 這個不用說了 724頁這個字把它背下來 Osmotic Quatial Osmotic Quatial Osmotic Quatial 就是滲透壓 滲透壓有所謂的逆滲透 正滲透 滲透壓 很簡單去了解 滲透壓是什麼 哪一天你去泡溫泉 就知道了 泡完以後 手超級皺的 有去北投泡過溫泉嗎 應該有吧 沒有 那些礦泉 就是很多 綠色白色的礦 那個溫泉礦 你手進了大概15分鐘 你的手就 你的水 就跑出來 那如果說你今天是 有的是 膩的 意思是你今天把這個滲透壓 壓回去 像我們在 在這個 家裡用了什麼滲透壓的這個 濾水裝置的話是 你加一個壓力把這個 澳過回去 叫做逆滲透 所以我們看725月這張圖 所以我們今天 在這個 在這個 這個圖裡面 中間有一個什麼 這個叫 半透膜 這個叫半透膜 那這個半透膜的意思是說什麼 我今天這個清水是往右邊跑 對不對 我清水要往右邊跑 就是說我今天 右邊是 那個 右邊應該是說 是溶液 就是裡面有 比如說眼淚的東西 那我清水要往右邊跑 那這一段差距就是什麼 這段差距就是我們說的 osmotic pressure osmotic pressure 所以我們把這個 osmotic pressure 這個公司要把它 也一樣 寄下來 剛好是我們絕運 Pi等於MRT OK 背下來 Pi等於MRT Pi就是什麼 osmotic pressure 然後呢 我們今天如果把這個 這個 osmotic pressure 倒過來 壓回去 那這個叫什麼 逆滲透 reverse osmotic pressure 逆滲透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個 在這個724月底下的這個就是什麼 類似一下 類似於這個概念上面就是我們現在 常常說的是在洗腎 洗腎 洗腎為什麼要洗腎呢 糖尿病人最大的 問題就是洗腎 要洗腎 為什麼因為糖尿病到後面腎臟功能都不好 喔 腎上功能不好的話 糖尿病的 因為糖尿病在世界上大概 盛行率大概10% 老人家 10到15%的人口 我講 全世界有幾個比較重大的疾病 一個是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 疾病就是中風 高血壓 腦溢血啊這些疾病 那當然最大的癌症 對不對 癌症 心血這款疾病比癌症還更高 還有一個什麼 糖尿病 那現在又多了一個失智症 就失智 大概就這幾種疾病呢 占掉我們醫療資源可能 80% 因為這些東西呢 像癌症呢 現在失智症的一樣 就越拖越久 越拖越久 所以你今天支出了 就是說 在我們這個 整個的這個經濟體上 支出了 這部分很大很大 就很大很大 因為人總是為了活命 只是為了活命 所以說這個支出非常非常大 那 腦溢病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 到後面腎臟不好都要去洗腎 那腎是什麼 腎就是一個過濾 所以你今天 尿尿的話是要把什麼 離子把它排掉 就是你這些 吃下去的東西呢 這些離子要把它排掉 那洗腎的人就是裡面 積了太多什麼 這些離子的東西啊 或是毒素啊 whatever這些東西排不掉 洗腎的話就是用一個 滅滲透的方式 就把它拿出來 就把它打出來 把這些東西 拿出來 就等於是你的 過濾網壞掉了 這個半透膜的功能都壞掉 沒辦法 讓你的這個 水帶出來這些離子 然後你的裡面越聚越多 那一陣子你就要去洗洗 一陣子就把它洗洗 這個就是我們利用這個 滲透壓的原理 去做這些 醫療的就是洗腎 這個滲透壓的 我想 高中也有學過了 把這個 把這個 冰文把它背下來 把這個公式把它背下來 OK 就把那個公式把它 背下來 所以洗腎的裝置在這個 這個 Artificial腎臟 在這裡 這個字也把它背下來 Dialysis Dialysis 就是這個 中文翻譯叫做 透析 透析 這個字要把它背下來 因為這個是現在常用 爺爺奶奶 曾祖父啊什麼的 我保證 在座的 盛行律的話在座應該 可能 莫名 長輩呢 已經在洗腎狀態 好洗腎 這個 很多這個 這個長輩的惡夢 長輩的 惡夢 把這個中間這個字把它背下來 你看726頁這個 把這個中間的這個字把它背下來 Dialysis 就透析 透析這個字 這個字的意思是說 我們今天呢 把這個什麼 把這個什麼 Artificial meaning 你把它放到這個裡面呢 就是讓這個什麼 你把這個 這個 Impulse 什麼 Blocked in 對不對 然後你在這個 經過這個透析膜之後呢 把一些 髒東西 這髒東西把它 弄出來 就把它弄出來就是 就把一些髒東西排掉 就把它排掉 這個叫Dialysis 因為中間要做一個 半透膜 中間要做一個 做一個所謂的半透膜 就把它透析 把它拼乾淨 就把它清乾淨 這個Kinni就是腎臟的意思 Kinni 你看到這個Artificial Kini 有沒有看到這個Artificial Kini Kinni就是腎臟 被唸嗎 被唸嗎 Kinni 就是Kinni N你知道嗎 雞針 雞針其實很髒的 我現在都不太吃 你去看那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 偶偶去看那個 偶偶去在吃大那個什麼燈籠 燈籠 吃大最有名的燈籠 Whatever 那些燈籠滷味 很多人在點一些 你們有常吃嗎 偶爾啦 Anyway 你就看到這個透析膜 你就知道這個 那個 把這個字也記下來 這個常聽到 Reverse Asmosis 就是我們剛才看的那張圖 透過來走就是 你給他加一個 壓力呢 經過那個蛋半透膜以後 就變成清水 那個 那個右邊 那個字 Saleem 是什麼 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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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這個字背一背 鹽水 鹽巴水 把這個背一背 好啦我們休息一下 這個高中都有血 麻煩把這個 單字背一下 我剛才一直講 Semipermitable permitable是什麼 可以穿透的 這個單字背一下吧 這個是可穿泡 所以 半透膜 的意思是這樣 這個沒有槓啦 Semipermitable 半可以通過 水可以通過 其他離子通不過 把壓過去 清水就出來 啊 就把握一下 就把握一下 嗯 好 全都是 好 我会访不得 我会访你 他会访自己的 好 我会访再说 不要 攻击 赢坡完了吗 Quarter骷ater 那好明天 明天哦 那我可以搭訕到你去 連續 或是你自己 然後 然後你靠身體 如果靠路 聚長 然後我都用 就睡覺了 就肯定 就算 對 就換我一聲 然後 然後打完就拍手 拍手 拍手 兩位 夾頭來 上去 好 好 下一個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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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見做 research 加了 好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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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 來 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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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說 我們假裴的 謝謝 沒有什麼問題 對 這個已經長了 但是 對 手指的就是 對 對 有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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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 relate 是 對 讓 dus 離開 對 會 對 好 呢 好 好 我馬上也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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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夠自己扛著 只是我都不見了 對 我都不見了 我都不見了 你去那些地方 我都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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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都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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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mal'h ratings' 'yma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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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店鱼 ів 那我不 heard 我不知道 那就 麻烦 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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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那你往娶 我整個是直接開舊來 放了一隻 整個一隻то在開舊 好 擔心 放了一隻 不过他在这一刻 那对这种仆仆的人 这种仆仆的よ 也要做好 也要做好 这种仆仆的人 所以他们说 有没有想到 你只能스를揉摇一下 我不要 1976 採訪還有其它的 嘿嘿嘿 這樣就有點OK 很好 讓我 Fusion 好了 如果跟隔天的打算 是不是有一次看自己的 不然我就自己有问说 不知道 不便能看自己的 可以 看就有什么 所以那也不知道 自己就很想 因为是他 有什么的 就变 versions 是不是 那是怎么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变成 decision 声音做成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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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肯定嗎 他肯定是動了 他肯定很難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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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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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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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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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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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